观光客来台湾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来可千万别被骗了 台北市的万华分局呢 最近老师接到了大陆观光客报案说 他们在大直东中列词 看一队表演很多人都会去嘛 结果呢被一个男的那边搭讪 说可以帮你祈福啊 然后再带到龙山寺 然后呢连哄带骗的 要人家大陆客拿出千元大钞 放到一个什么香囊里面 说要给他做法就可以去除厄运 然后这男的就跑了 警方说已经锁定了特定的人事 也呼吁其他的被害人要出面指认 背着背包的大陆观光客 头抬着高高的站在大树下 听着身旁穿着斗篮袖运动裤的男子 介绍景点 陆客以为遇到好心人 没想到这只是骗局的一开始 本在大直中列词那边参观游玩 那遇到一名男子跟他们搭讪 推称说可以跟他们介绍 台湾的一些民俗文化 警方说男子专挑自由行的陆客下手 一队操枪表演一结束 他就连哄带骗把人带去龙三四 说自己会开光改运有神力 只要把千元大潮交给他 放到香囊膜拜一番就能去除厄运 那被害人不意有的话 把千交给他之后 然后在现场哭等 就发现说这个 这个诈欺的男子就不知去向 对因为一方面他是外来的 另外一方面可能这整个氛围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会有一些想要祈求的事情 所以会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可能是利用这种心理因素来骗这种人 男子涉嫌利用龙三世诈骗 四方紧急张贴双语公告 就怕坏了国际形象 警方表示近期接获两起报案 怀疑还有人受骗 呼吁被害人 出面指认 中间新闻李龙胜 吴千阳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